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肩步走双臂的正确摆动动作。 正确的动作能够让您在肩步走时更加有动力,节奏也会变得更好,同时也能够促进双腿和上伸的协调运动。 整个动作分为三个步骤来完成。 双臂弯曲呈直角,然后前后摆动双臂。 最后,运动肩膀辅助摆臂。 开始练习的时候,您可以站在原地摆动双臂,只进行上半身练习。 步骤一,双臂弯曲呈直角。 首先请放松肩膀,双臂弯曲,上臂与小臂呈直角。 双手自然弯曲,但不必握拳。 步骤二,前后摆动双臂。 有意识地向前摆动手臂,肘部跟着一起,由前向后,就像在肩部走时那样。 当手臂再厚时,手腕的位置不要低于胯部。 当手臂再前时,手的高度不要超过您的胸口,一旦超过了,行走的速度就会下降。 您可以先在原地进行摆臂练习,保证动作的流畅性。 同时请注意,不要收缩手臂肌肉。 步骤三,运动肩膀辅助摆臂。 为了更好地摆动双臂,请运动您的肩膀。 肩膀在后时,请尽量向远处伸展。 迈开双腿配合双臂一起运动。 双臂运动的节奏和双腿走动的节奏是相反的。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技巧了。 为了保证人员的多优移。 课程中文字幕提供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